網絡熱傳一名女子坐在馬路上高 崩潰大喊的影片 佩文說女子住屋貸款368萬人民幣 但因為樓價大跌 只能買268萬 近日有關天津母親一個樓盤 由原價160萬減至39萬的話題登上熱手 文章提到 天津一套83平方米的兩房單位 在高峰時期售價超過160萬人民幣 現在同戶型的 只有39萬就可以成交 5月底胡廣心宣布 調低首期和防貸案揭利率 近日北京都跟進了這項政策 成為中國最後一個 下調防貸案揭利率 和首期比例的一線城市 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的地域消失 然後至少一夜外流 內需不振 那這個情節只能走向下坡路 因為這個下坡路 當然還會持續相當差一段時間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房地產業的收藏之中 與此同時 近日江蘇和安徽等多地 推出了鼓勵農民上交窄基地 入城買樓的措施 加坡路 加坡路 感谢观看